你敢相信无病无子的猪竟然被活埋 数量高达十万头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为啥英国宁愿活埋肥猪 也不愿意把猪卖到其他国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我是大象 猪肉的价钱一直都是我国热议的话题 前几年猪肉的价钱实在是贵得离谱 但是人们还离不开它 一顿不吃还非常的想念 今年终于迎来了猪肉的大降价 从最高的四十块钱一斤重回到了十多块钱一斤 百姓们吃肉的心情也没有那么心疼了 虽然从贵到便宜 但是我们的市场上从来就没有缺过猪肉 导致价钱的飙升只因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在大洋的彼岸的英国和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 明明超市中缺肉和骨肉 但是数万头猪却要白白的销毁 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媒体爆料 英国国家圣族协会首席执行官佐伊·戴维斯表示 目前英国的屠夫缺口为15% 已导致8.5万头活猪被积压 据悉平均每周积压的数量还会增加1.5万头 而每周大约有20万头活猪被送进屠宰厂 但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被宰杀 就得用其他的方式进行销毁 因为继续饲养他们是非常不划算的 这归根结底还得跟脱欧有很大的关系 据报道称由于英国脱欧数十万的欧洲公民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原来在没脱欧以前许多移民者被英国高福利的待遇所吸引 纷纷都来此打工 而脱欧以后英国为了留住人才 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就是抬高移民的门槛 就这样让许多没有技能和文凭的人失去了工作 这里还包含着大量的屠夫 虽然现在都是机械化的屠宰厂 但是员工的缺失也影响了屠宰厂的进度 屠宰厂根本就无法处理提供给各大卖点的猪肉数量 卖点的猪肉数量跟不上 那就会影响猪肉的价格 猪价自然就提高了 另一方面是面临着高昂的饲料费用 导致农场主猪是积压越来越多 由于屠夫的短缺 农场积压8万头左右的猪 而且数量还在每天的剧增 据调查每周以1.5万头的速度增加 据有关数据显示 每周至少有20万头滞留在屠宰厂 只因工人不够 养人还养不起 最后的办法只能销毁 于是就看见了出厂的画面 火烧大肥猪 只能用这种最愚蠢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如果政府再不采取缓解工厂的劳动力短缺的事情 饲养员就会继续做出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我们也不想看到农场里的猪被活埋活烧 这简直就是一种残忍的浪费 可能有些老铁们就会说了 他们无法处理 为何不贩卖到其他的国家呢 其实英国政府也想到了这一点 只因脱肉以后 之前的签约自由贸易的国家 都纷纷表示拒绝英国猪肉 况且活猪出口需要费用也是非常的昂贵 他国只能冷冷的在一旁看着英国的效果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销毁 不光是屠宰场受到了脱肉的影响 就连超市的司机 即使开出48万的年薪 应聘的人都是少之又少 还有许多农场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利益的纠纷 这场脱肉行动持续了多年 也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利益划钩时彼此都会相安无事 当利益分割时 那真是动真格的 其实脱肉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只是效果不如想象的完美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